我跟你说啊 咱可说好了 必须把作业写完才能去 好 就五分钟的事 你得好好写啊 好 好 去吧 这海洋馆咯 这海洋馆咯 大姐夫 干嘛呢你这是 我干活呢 赶紧把这衣服换了 跟我去敷个宴 抓紧时间 我去敷个宴 到哪儿敷宴去啊 我今天请张总吃饭 哎呀 我跟张总有比买卖 谈得差不多了 今天签合同 你跟我去 你咔你就直处 我跟你说 顺芬 我就不去了 怎么了 你说你这个 跟张总做买卖 我去也没什么用啊 谁说的 张总喜欢你 我也需要你 每次我跟张总签合同啊 只要带上你 关键时刻你一直处 哎呀 这合同就签了 生意就成了 钱顺芬 你可真行啊 我跟你说顺芬 哎 今儿真不能去了 怎么了 今儿我答应孩子了 要去海洋馆 啊 张总 有没有点轻重啊你啊 啊 去海洋馆 这算什么事啊 咱这生意要谈下来 得赚多少钱呢 啊 你这么得 你跟妞妞说 这笔生意要谈成了 钱一到手 我给孩子买个海洋馆 你买得起海洋馆 那我给孩子买个鱼缸 我养两条那个龙虾 回头你们爷俩天天搂着龙虾睡 你说你损不损呢你 钱顺芬 啊 顺芬啊 家里没人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怎么的了 你不能太自私 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 你说以往家里边不管谁有事 只要你有事就得以你为主 这怎么是自私呢 你好好想想 在这个家里 什么人的事能比我情人疯的事大 放一放 孩子的事放一放 花你时间换衣服 我也去收拾收拾 一会儿出发 出现啊 大姐 妈 哎 哎呦我的天 累死我了 哎呦 帮个妈妈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你买的呀 大姐夫 吵啥呢 早点弄水了 没有 我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 讨厌呐 我跟你说小米 这么多年了 我就没见你往家里买过东西 快快帮我拿一下 这今天这是怎么的了 这是 我跟你说啊 今天晚上啊 咱家将迎来一场重要的万事活动 什么万事活动啊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啊 今天回来 我呀 准备在咱家宴请的 你看你 到外边吃多好啊 大姐夫 你懂不懂啊 家宴才是最高规格的款待 哎 我跟你说啊 你又我可都给你吹出去了 我说大姐夫 什么川菜 鲤菜 叶菜 淮阳菜 什么满汉全息 样样都行 我跟你说啊 大姐夫 你今天晚上可别给我丢脸啊 行了 你现在把今天晚上的菜单捋一下 然后郑重地向我汇报 哎呦 我今天走了一天了 累死我了 我去休息吧 小米啊 嗯 我跟你商量个事 今天晚上可能真不行了 我答应妞妞了 带她去海洋馆 那海洋馆挺远的 我怕晚上赶不回来 大姐夫 你有没有个轻重啊 妞妞的事先放一放 我的事重要啊 这么的 你今天晚上要表现好的话 我明儿简历 妞妞一条待遇 干啥呀 干啥呀 让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搂一搂 先找一张海洋馆的感觉呀 小米啊 大姐夫也得说你两句 人不能光想着自己 是不是 你看家里边不管有啥事 只要你有事 就得按你这办 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大姐夫 我问你 在咱们这个家 谁的事 有小米丽的事重要 我的事 我的事 你的事就重要 告诉你啊 小米丽的 大姐夫今天是我的私人定制 跟着我去赴宴去 你别添乱 不行 怎么不行 大姐夫今天哪儿也不能去 他就得在家跟我做晚宴 我先说的 我 不行 我爸爸今天什么事都不能干 他必须带我去海洋馆 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大人的事重要 小孩的事重要啊 你说 小孩的事重要 大人的事重要 行了行了 你俩别吵了 是你俩的事重要 还是我的事重要啊 我的事重要 我的事重要 行行行 别吵了 大姐夫 你这愣着干什么 赶紧说 谁的事重要 就是 大姐夫 说 谁的事重要 爸爸你说 谁的事重要 你们仨的事